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船上的通知 还有玉玺都沉到了海里 混蛋 国民党那边什么态度 到目前态度还不明确 反正他们内部派系伶俐 亲日 晚日 中间立场摇摆不顶 我猜这南京政府 是想稀释名人 不了了之不 只是这次牺牲的通知 只是这次牺牲的通知 太无辜了 值得庆幸的是 玉玺沉入海底 再也不会有人拿它 当自己野心膨胀的借口 把消息放出去 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 是他们亲自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弄丢了 这样 天津卫也可以消停一会儿 会长 您受惊了 托你的福死不了 听会长的口气 好象画里有花海 整个现场保卫工作 都是由你天津特务处来负责 而这族里的人 也都是你亲手调教出来的精兵强将 刺客怎么会这么轻易地 就突破这个防线呢 除非 除非什么 曾会长 你是聪明人 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会长 我们可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们既有共同的利益 又有共同的敌人 而且会长位高权重 中国有句话 叫背靠大树好成梁 您这棵大树倒了 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呢 你的意思是说 行刺本王 是为了挑拨 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是的 那个刺客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他抓回来 曾会长愿意当然好 可是 你的承诺可不怎么值钱 你还记得你承诺过我 要把那Q八妖 还有传国玉玺 一起奉送到 我的面前 会长 贵国的一艘炮舰 前天夜里 击沈了我国一艘商船 曾会长你的消息 倒挺灵通的 那是无伤而已 明早就有个外事召唤 有意也好 无意也罢 这都不重要 船上有件东西 永远不会重见天日 什么意思 川国玉玺就在那艘船上 那曾会长 你这个消息 是从哪里得来的 会长 曾某苦心经营的情报王 在华北排名第二 无人敢排第一 罢了 丢了一块破石头也罢 船上不仅只有船国玉玺啊 还有几个在大牢里 被劫走的青年社员 我把这么令人难堪的事情 告诉你 就是想提醒 有人想趁我女儿结婚典礼之际 一 刺杀会长 二 转移青年社员 你的意思是 不仅有人在挑拨我们 还在混乱视线 制造纷争 是 是 我怎么还没死 你又做噩梦了 你是谁 我 我是你哥哥 艾伯是谁 不知道 我总听见有人叫我艾伯 你一定知道什么 对不对 我只知道 你为了让会长不怀疑我 才对我动手 我为了保护你 也只能亲手对你动心 因为 我不想把你 交到别人手里 你会明白哥哥 就像哥哥明白你一样 对不对 对不起哥哥 你 你的伤痕重 亲衣 如果你再不说出 乔汉生留下的东西和线索 还要护着那个什么 了什么回 你就毕死无疑 上慧君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 亲衣 你要听哥哥一句话 完成这次任务 我们就可以平安地回家 亲衣 亲衣 我 尽 无疑 有什么回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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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在那个前面 那情况 你们大嫂是找着了是吧 没有孩子呆着 还不过去找 少爷 少爷 这几天兄弟们过得可累了 是起得比鸡还早 睡得比狗还晚 吃得比猪还差呢 我看你比驴还笨 你们大嫂是哪儿的人 不知道吗 梁少 您早说嘛 不就是租借吗 对啊 少爷 找过了 可毕竟不是咱的地盘 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很多手段都使不上 又是你 每次都是你 话最多 大人最小 大人最小的就是你 去租借 不要 玉子 在哪儿 这要找你的 你都自己 送上门来啦 把玉子还给我 她叫秦音 她是我的妹妹 我管她是不是你妹妹 她是不是被朝鲜姑娘逮走了 都是因为保护你 她宁可受刑 在会长面前半个字都不说 说 乔汉生留下了什么线索 她受刑了 乔汉生 乔汉生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他们想伤害你 那只有我自己亲自动手 有什么话 到会长面前去说吧 别打 再往前动一下 我就开枪 告诉你们两个 秦燕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不管怎样从现在开始 你们和她的任何接触 都是她背叛暗部的铁证 不想伤害她 就离她远一点 她说了玉子在哪儿了 没有 她应该被朝鲜姑娘带走了 她为了保护我 被用刑了 她被用刑了 对 对 玉子她什么都没有说 都是为了你 老五 估计这些照片是谁送来的 我有个预感 我接着乔汉生还活着 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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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愣 老板 您仔细看一看 像不像嘉阳少爷小时候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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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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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来 小伙子不错 我们老板看上你了 走 从今天开始 你跟着我 这么说 家阳也是圣南孤儿院的 收养她的实话 我以为她 就是一个流浪儿 没想到啊 我也养了一个圣南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也是 叫还生医手安排的 关于圣南的事 家阳知道多少 他知不知道我事 看样子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老板 圣南的事 那是纸里包不住火 早晚他会知道的 要不要 方患于未然 把他 不急 他现在还掀不起什么风啊 就算有那一天 我会通知你的 先派人盯着点他 老板 江阳少爷这两天 让人去调查中丸齐音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让他们把资料查好之后 先送到我这儿 是 派人给我盯着中丸齐音 和廖上辉 把他们三个都给我盯紧点 是 我说你会伤了药首辉 说 快说呀 快说 说呀 剑儿 再用力一点 是 是 秦 剑儿 过来 曾进海又跟我提起你父亲的实验 说乔汉生 会长 他已经留下了 不可惜 他难幽儿 你认为 我会被乔汉生牵着鼻子走吗 他和我都知道Q81的价值 骗我只是一时 到最后找不到交不出来 如何向国家还有政府交代 而且少了我这棵大树 曾进海他怎么往上爬 会长 曾进海他立于寻心 一直在拿乔汉生留下的线索 来诱惑会长 简儿啊 你是不是不希望 这个实验可以成功 还是你不希望你爸爸 他的梦想可以实现 当然希望 实验成功 帝国的军队将所向披靡 横扫亚洲 但是 父亲都没有完成的实验 难道乔汉生 他就能轻易地完成吗 不管 这个乔汉生留下什么线索 只要是能够找到Q81 好 你跟你妹妹 都是我暗部的得力干将 是 我一定会说服秦英 把帝国的利益 我只讲结果 秦英给咱们暗部立国功 我自当会奖赏它 按照武师道的精神 偷服谢罪 请会长网克一命 饶过秦英一命 我保证 会找到Q81的线索 请给我们 最后一次机会 拜托了 秦英 醒醒 秦英 醒醒 秦英 醒醒 秦英 秦英 大爷会长 大爷会长吧 就算为了哥哥 大爷会长 你要杀了廖胜辉 秦英 你就不能为了哥哥 大爷会长吧 秦英 混蛋 忠文静儿 这可是你要求本会长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可惜你妹妹看不到 本会长的人 这次任务是你们一起合作的 任务如此是美 你也 不了 掌刑 是 哥哥 哥哥 别打我 别打我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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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别说 别打了 快说 哥哥 哥哥哥 哥哥 哥哥 别打我 齐爷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找到乔汉胜 留下来的东西 然后杀了廖胜辉 我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对你哥哥这么狠 好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狠 多绝情 接着打 大哥 别打了 大哥 别打了 大哥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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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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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 哥 哥哥 你快走 哥哥 我不能留下你不管的 哥哥 听哥哥的话 赶紧走 哥哥 再也不能保护你了 答应我 以后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哥哥 哥哥你不能这么说 哥哥 哥哥 你会好起来的 哥哥你一定要撑下去 等你好了之后 我们一起回日本 就像以前一样 活上好日子 哥哥你不要 哥哥你一定要撑住 别哭 记住 姐妹 姐妹不能回日本 不要 大此后 我们进入安保的 那天起 不要 要不走 要不死 哥哥 我要你跟我一起走 哥哥 你不要住在这儿了 只要你走 哥哥就满足了 哥哥 哥哥 听我说 你 秦英 你不是日本人 你 你也不叫秦英 你 你 你是爱婆 你说什么 我是爱婆 我真的是中国人 就是我梦里的那个女孩吗 是 你是生安孤儿园的 孤儿 一场大火 你受了很重的伤 也忘记了很多事 是我 把你 把你救出来 再去了日本 爱婆 只要你呢 逃出去 就去找你的 小伙伴 在你梦里头 经常捏刀的 方杨 龙一帆 哥哥 等你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一起去找你 我们可以一起去 哥哥 你是说话 爱在西里 是思念的 秘密 今天 终于 你 不能告诉我 哥哥 哥哥 你给我信下 哥哥 哥哥 你给我信下 哥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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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